我請教一下我現場的這個黃醫師 黃醫師另外一個很特別的是 像你們急診單位 現在已經用上今天順鵬來的 這一個機器人的清潔機器 那他可以做很多 消毒殺菌的醫院內的清潔的工作 那因為就是 其實對我們在第一線來講 我想我們最怕就是我們自己也中獎 萬一我們中獎我們倒下去 其實整個醫院可能會面臨崩潰的情形 所以我覺得在醫院裡面的消毒 其實一向都是非常的重視 那這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傳統上都是用一些固定的紙銷燈 那固定的紙銷燈有幾個問題 因為其實紫外線它對人體是會致癌的 那你眼睛也會受傷 所以其實在消毒的時候 人是不能進去的 所以我們現在現場不能開這一個紙銷燈 但是我們畫面 導播我們再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我們畫面是先拍了 它在攝影棚的樣子 那人看到這一個紫外線的燈光 眼睛會受傷 可是實際上是用這一些 設備來做現場的消毒殺菌工作 對 那傳統的紙銷燈 它是固定的 那它消毒一次可能要三四十分鐘 那再來它會有死角 因為傳統的是要插電 那等於是我這個點放了一個小時之後 我等於時間到 我再進來把插頭拔起來 然後再放到另外一個點去 那還有其他一個問題 就是說當我這個空間是受到感染的 我這樣人的進進出出 是很危險的 其實是會有危險的 好 那我們現在現場還demo喔 這個事實上是我們有一個demo的成員喔 他在攝影棚的另外右邊 然後他用像遙控的這一個操作 那就可以操作這一台清潔機器人了 他就可以假設這個攝影棚是病床好了 假設我是這個病患確診 然後我躺過這個病床 然後我要出院了 那現在要做消毒工作就可以由他來執行 對 那他的好處是他可以降低死角 因為他是可以自行移動的 因為這種紫外線消毒還有拍個點 就是說我要照到才有消毒的效果 對 那可是你放定點 有時候有些地方他會有陰影或死角 那你就沒有辦法到他徹底消毒 所以他一個好處就是他自行移動 可以降低很多的陰影跟死角 好 那這樣子一場的這一個假設 像我們攝影棚這麼大的空間的病床 他要消毒多久 然後他可以消毒到多高的比重 就是比方說消毒殺菌多久 可以達到殺到99.99% 一般這個就是看能量 所以這個有比較特殊的狀況 就是他的燈管的功率 其實是比傳統的高10倍以上 是 那傳統的大概就是一個點要放半小時左右 那他其實在一個定點 他一公尺以內只要1到2分鐘 所以消毒整個攝影棚 可能我評估起來大概十幾分鐘內可以結束 好 十幾分鐘可以消毒到99.99% 所以以這樣的消毒作業來講 他就會降低低線的感染 因為如果是低線的清潔人員 是人去消毒的話 人可能面對感染的風險 這也是在我們這次在這場戰役中 常被忽略說有些清潔人員 其實大家都沒有討論到這一塊 但是他去清潔的時候 他也沒有暴露在風險之中 其實是有的 那其實有時候包括口罩 防護衣這些設備 有時候其實沒有考慮到他們 所以其實我覺得一個好的消毒的工具 是除了保障病人也對在醫院工作人員 是會有更好的安全 好 那醫師 你們引進這樣的機器人的消毒工具 他事實上是歐洲產的 對 那他事實上是台灣代理商進口過來的 所以他事實上在台灣本地的售價 是要逼近500萬台幣的 對 那可是他的原產地是來自歐洲 換句話說 歐洲有一些精密的醫療的產業 他事實上已經發展到 AI或者機器人的這一個 盡量降低所有對人跟醫護的依賴 沒有錯 我們現在就是說 因為其實你要避免感染 有個就是空間要人 人與人的空間要拉開 所以我們現在在很多醫療行為上 能夠藉由機器或藉由遠距的 我們就會想辦法透過這樣去處理 避免人與人的接觸 所以這是在我們醫療上最近 大家我想大家也知道 遠距醫療最近也都非常的行